之前二三房曾为赌王何鸿燊举行寿宴的日期发生争执 而女儿何超云也曾表示怕父亲连续两晚庆生会太过劳累 想不到今日终成事实 11月21日何鸿燊在90岁农历生日之际抱恙入院 而三房原本在香港某酒店为他举行的寿宴也被迫取消 本星期可谓是赌王的生日周 从昨晚开始二三四房轮流为他摆宴庆生 今日轮到三房摆寿宴时赌王却抱恙入院 对此三房立即通知各宾客 而何超云亲自制作给嘉宾的回礼礼物也派发给记者 傍晚五十许 陈婉珍与女儿何超云及其男友陈山聪一起现身医院探望赌王 不过三人都穿上红衣 似乎已准备好为赌王贺寿 六十许何超穷探望完赌王后透露 父亲可能因昨晚出席寿宴后身体有些劳累 但目前他已无大碍 而被问及三房是否很失望时 何超穷表示 大家早已沟通过 而且也是三房主张父亲入院的 至于其他事情还是问他本人比较好